哈喽大家好,我是带您去打好电影的巫师 阿飞自认识那只小鸟,终其一生无休无止的飞着 可又不知该飞向何方 于是放纵自己,放浪行骸 向每一个惹人怜爱的女人展现自己华美的羽毛 不知从何处听说女孩的名字叫苏丽珍 自信今晚她们会在梦中相见 一日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 丽珍打着哈欠说,昨晚没有梦到阿飞 可她躲避的眼神与强壮的镇定 早已被面前的男人看破 阿飞劝她好好休息,莫要熬夜 说完起身离开,独留女孩一脸逃不过的落寞 她第一次在上班时睡着了 装生小梦迷蝴蝶,叛君春星脱土鸥 然而在阿飞的面前还试图做最后的抵抗 男人看着万表沉默了一分钟 1960年4月16下午3点之前的一分钟 你跟我在一起 我会记得这一分钟 从现在开始,我们这是一分钟的朋友 我们也会再来 其实随便她说什么 丽珍都会怦然心动 谁让上天给了阿飞一副万里挑衣的漂亮容貌 于是触见时景,再见时章 滚在早已注定的床上 苏丽珍手扶过男人的嘴唇 她轻轻显住,面上既无心又无限温柔 女人心想将阿飞介绍给自己的家人 而男人却说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 丽珍以你的梦终于醒了 她问男人是否会和她结婚 阿飞背过身,声音淡然又斩钉截铁 不会,之后沉默着梳头送客 女人心碎穿起衣服 千里送心,拔掉无情 和丽珍同样心碎的女人还有许多 阿飞的母亲年轻时是有名的交集花 人到暮年却也免不了被情所伤 年轻的拼头本想将偷来的耳环送给他人 迫于阿飞的无力值得老老实实物归原住 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之后阿飞离开舞女的化妆间 露露对求爱者的狼狈毫不在意 相反对阿飞落下的耳环情有独钟 可不想男人取而复返 一眼便看破露露的手段 见其美丽便慷慨赠予一只 而另一只需要女孩自己来拿 于是她在这样的雨夜 奉陪走进了男人的小屋 面对不肯送她回家的阿飞 露露表示自己是保守的好女孩 坚决不能让强吻的流氓得逞 可下一秒月色招篮房 轮凤青跨狼 腰柳玉骨尽线 狼青抬腿上肩 正当马蹄翻飞 蝶纸翩翩翩 却被闯入的第三者打断 歪仔是阿飞的好兄弟 本想今晚能一起打电动 没想阿飞有更好玩的游戏 一夜癫狂 人走茶凉 分别在即 阿飞才在露露留下电话的纸条上 知晓她的名字 看着男人漫不经心的敷衍 本要离开的露露反而决定留下 她想要抓住眼前男人的心 对于她来说 爱情比尊严更重要 上班时在遇楼下的歪仔 对方像是专程在等她 男人询问露露从事的工作 女人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伴着收音机的旋律翩翩起舞 恶挪拼听 丢腰宽白 牵引着歪仔的目光 一时有些痴然 不久母亲找到了阿飞 埋怨儿子不该打自己的男人 阿飞出言讽刺 人家只是看上你的钱 对啊 他是为钱 但他令我开心啊 我养你这么大 钱也没少花 你有没有令我开心过 可叛逆的儿子 也有他叛逆的原因 他一出生就注定被抛弃 在谎言中长大成人 如果就这样浑浑噩噩下去 也就罢了 但真相偏偏要来打击他 面前的女人只是自己的仰慕 而生母的消息 他从来闭口不言 巨大的空虚 让阿飞失去了一切意义 不知身在何处 不知何去何从 于是用生死的拳马 重拾自己最生梦死的生活 处处留情 处处伤心 苏黎珍每晚坐在阿飞楼下 终是引起刘建明的注意 当得知原委后 他按向阿飞的门铃 看着被抛弃的女人默默上楼 爱情让他信以为真 让他放下自尊 只要能追回那黄粮一梦 哪怕是不结婚 可即便如此 得到的依旧是拒绝 阿飞总是无情而又无辜 正是这样的神器 让女人们奋不顾身的自愿来头 也让人无论如何都不忍苛责于他 和苏黎珍不同 露露一旦付出爱情 便至死不愿放手 他三两步回到床边 还要逞强到 我才没他那么笨 接着一笑明恩仇 独留立真在雨夜灵钉 建明不知该如何安慰 只是等女孩哭够了 忙将车费借给他后 匆匆离去 虽然是总在夜里出没的巡警 但他身上却是清晨博物般的俊朗 又一个夜晚 立真偿还车费 他还是走不出失恋阴霾 建明默默听他倾诉 零点的钟声让女人想起那个下午 4月16日三点前的一分钟 原本短暂的60秒 却扎在他心里迟迟拔不出来 立真决意要把那个男人忘记 二人走在午夜的电车道 建明说他从小梦想去跑船 但以母亲身体不好 所以只能留下来做警察 慢慢也已习惯了孤夜巡街 他努力工作挣钱养家 安分守己又孝顺母亲 相较于逃女生欢欣的浪子而言 建明踏实的甚至有些无聊 分别是安慰黎真 将来有心事可以打电话给自己 女人没有多言 她只好木讷追问还缺不缺车钱 之后默默看着她安全坐上大巴 从此每到深夜 每次经过那座电话亭 建明都会停下来等一阵 可是铃声从未响起过 直到母亲撒手人欢 建明也离开了香港出海泡船 阿飞没有工作没有希望 寻找生母是她放不下的心结 露露不忍见爱人颓废 她动情的说我养你啊 当无女也无所谓 只要你天天来接我 吃软饭三个字虽未曾出口 却已拨动了阿飞敏感的心弦 从小耳濡目染 养母的交集化生涯 早已厌烦了金钱与感情的交易 她把自己的世界一分为二 属于养母的一方 象征着黑暗混乱与腐化 属于生母的一方 则代表着光明秩序和高尚 她向往生母的国度 把她当作精神的彼岸 曾经她一直把她捏在自己的手心里 不肯轻易放开 如今她受够了阿飞的自怜自爱 这不过是你这些年来自甘堕落的借口 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生母的下落 你不是想飞吗 祝你能飞得远一点 说着将一达信件抛给了儿子 谁也不知道阿飞为什么要飞 也许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或许是浮华使她失去了理想 被遗弃的自卑又使她倍感孤独 于是她制造了一个幻想 幻想在遥远的彼岸 有一个爱她的生生母亲 象征了她想要的自我存在的意义 为此她决心出发去给自己一个交代 而在离开前将车钥匙送给了歪仔 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她 请慢慢看 亦有所指亦于双关 丽真甜淡如菊 露露妖野如美 不同的二女却是相同的输家 她以为是她夺走了阿飞 可从爱上那个男人的初始 他们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露露仍不死心 鼓起勇气来到阿飞母亲的家 可依旧没有爱人的下落 梨花待遇同病相点 露露离去了 养母的男人从房间走出来 女人猝着眉 仿佛陷入久远的回忆 她对她的爱 早已超过了对待人子的范畴 起初收养她 不过是为了从那个 抛弃孩子的郑女士手中 每月赚取五百块的赡养费 生命中的挚爱亲情 就在这样简单的 儿子与利益的较量中 双双落败 外在不忍见露露整日借酒交仇 将阿飞去菲律宾寻母的消息 告诉了她 她本以为开着阿飞的车子 就能得到露露的爱 本以为甜到舒服 应有尽有 可现实却是一无所有 外在的梦在那个雨夜落幕了 于是她卖掉了汽车 用这笔钱将她梦中的情人 送回到她的梦里 只是临别鼓足勇气的一句 找不到她记得找我 她即使知道 无法留住阿飞的心 即使知道 她并不欢迎自己去到她的世界 即使除此之外 有另一个全心全意的未来 在等候自己 而露露依旧义无反顾 明知是大海捞针 也希望更靠近她一点 然而阿飞找到生母 并未让她得到救赎 女人没有与她相见 阿飞本想找到飞来人士的潮 可最终也没能停下翅膀 她大步离开 决心要给那个遗弃她的人 一个最无畏 最坚强的背影 先生要正规按摩吗 一位少女敲响了 建明在旅店的房门 不同于男人的克制 街边的阿飞被妓女灌醉 眼见她烂醉如泥 女人拿走她最后的积蓄 再次醒来 已被善良的建明搭救 她相遇固执 也仅仅四层相识 一日登上火车前 阿飞应没有钱 跟买假护照的人发生火拼 建明又一次救她脱离湖口 二人逃上列车 阿飞依旧那副淡生死的笑容 刚说起五角鸟的故事 就被建明打断 听过啊 用来骗女孩的 你拿点像鸟 在建明眼前 阿飞的故事显得矫情而滑稽 她早已看透她的本性 离开了养母的月前 阿飞甚至没有谋生的能力 建明去询问列车场 下一站的短短几分钟里 阿飞被之前的仇家开枪命中 弥留之际 她终于明白 五角鸟的浪漫 不光是骗女人 更多的是用来骗了自己 她以为离家出走 就可以自由翱翔飞向远方 而这只鸟早已折断了翅膀 除了养母大宅的后花园 她哪里也飞不出去 最后的失望 犹如瓜鼠低落 再也没有什么 值得让她感觉失望 建明最后还是问了她 是否还记得 去年4月16下午3点前的一分钟 然而 阿飞不希望 丽真知道她还记得 无奈她本身是一只 漂泊无意的鸟 人间自是情吃 生生拒是错过 最后一眼风景 车外夜灵闪过 而错过的何止是阿飞 曾经母亲病重 让她无法向对方一样任性 如今离开带给她回忆的夜巷 苏丽真的电话却姗姗来吃 而晚到的露露 或许会成为另一只五脚鸟 不停地追寻 到死也停不下来 阿飞是困于身份认同 焦虑中的部分港人 怀有一个不知是什么的虚妄梦想 他们住在壁则混乱的小屋 胸前的口袋里却叠着洁白的手卷 优雅的土豪发辣 夜间锦衣启程 又一个阿飞要粉末登场 而贱民则是中规中矩的守护者 更是每个清晨地铁开门涌进的一员 他们始终相信付出汗水才有回报 贱民出身贫穷 积极努力 歪仔为人醇厚 一片痴性 可惜年轻人更喜欢阿飞这样的浪子 直到受伤或是成熟 才意识到相貌平平的歪仔 和生活单调的贱民 他们才是灵魂的归宿 感谢您又陪巫师体验一个故事 这次一定关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